第九十二集 既然他们愿意发誓保守秘密 你们就放了他们师徒吧 囚然大汉黑黑两声 人 我是不会放的 现在如果不放心 不妨跟我们一起回去 石阳绿冷冷看着他正要开口 忽然听到姬油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你要装着救那两师徒将他们引到镇内 那就是要瓮中捉鳖了 不过猪猪也在营地里 万一被误伤那可怎么办 石阳绿略微一迟疑 眼光不由自主落到猪猪的小帐篷上 极油谷即使什么都看不见 也能猜到他的心思 有老四盒那只小猪在 猪猪不会有事的 也对 石阳绿再无怀疑 直接收起一只镇旗闪身而出 就向着围捕那两师徒的四人扑了过去 囚然大汉没料到 他会毫无预警忽然出手 他刚才分明是不太想管闲事的 怎的态度变得这么快 这五个人平日专爱截杀路过附近的修士 作战经验丰富 发现不妥当即反应过来 两人拦着那两师徒防止他们逃跑 另外两个上前向石阳绿出手 那老者反应也很快 一手提起自己的徒弟 不等他反抗 便往营地内抛去 他刚才看的分明 石阳绿动手前 已经将营地的法阵打开 可以让人顺利通过 两个围攻石阳绿的修士 见他那妖娆的身段 就有些拔齿不住了 一晃神就被石阳绿逼到眼前 如果是普通女修士 就算让他近身也没什么 问题是 石阳绿一点都不普通 她是天生蛮力的女历史 那两个修士还没来得及施法 就觉得胸口如遭雷击 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 直直地撞向自己的另外两个同伴 石阳绿抽空对着那老者道 进营地去 老者绝处逢生 又见石阳绿一击得手 马上趁着自己两个对手 忙于接应被打飞的同伴之际 全力一纵冲入了营地范围 求然大汉几乎瞬间做出决定 跟着也冲入了营地 石阳绿担心那两师徒的安危 也飞快地退了回去 双方在营地内对峙 外边求然大汉的两个同伴 接住被打飞的两人一看 顿时大惊失色 被怒道 大哥 阿三阿四死了 求然大汉双目怒张 恶狠狠地盯着石阳绿 好 你好狠的手段 怪我太小看你了 石阳绿一言不发 他其实也有些诧异自己 竟会轻易得手 但他一点都不后悔 他从来对敌出手都是全力以赴 而且就这几个人的行事风格 他也不觉得自己有留守的必要 不过 一拳轰杀一个筑机器修士 还一次灭了两个的战绩 真的在他意料之外 这两个家伙怎么这么不耐打 求然大汉剩下的两个同伴 抱着他们口中阿三阿四的尸首 走入营地里 双目血红地瞪着石阳绿 恨不得一口生吃了他 阿三阿四的口鼻 还不住地溢出血水 大大睁开的双眼里 全是不幸与惊恐 他们的胸骨 全碎胸腔凹陷 心肺竟已被石阳绿的拳头 双双打爆 求然大汉低头打量 两个兄弟的致命伤处 恨得浑身哆嗦 是他们的兄弟太大意 以为他一个助击出气的女修 胶滴滴的再厉害也有限 没想到他会有如此强大的肉身之力 近身交战施法速度有限 远比不上肉身之力直接迅猛 所以阿三阿四甚至还来不及抵抗 就命丧于石阳绿的拳下 如非亲眼所见 谁又会想到一个弱智鲜鲜的女修士 会去修炼肉身之力 而且力量之强横 甚至胜过他们见过的任何同阶难修士 你敢杀我兄弟 我今日定要让你死得比他们惨一百倍一千倍 求然大汉大喝倒 一仰手 展开一面血红的招魂帆 帆上绘画了一个丑恶 却又逼真无比的鬼头 血腥阴力之气破翻而出 浓烈的杀气凝聚成形 迅速在求然大汉的头顶上 变换出一个近丈高的惨白骷髅头 张开白森森的牙齿 向着石阳绿当头咬下 石阳绿不慌不忙 双手结印 使出新进修炼的锯气化金术 身上金光一闪 头顶浮现出一柄 足有一丈长的大金刀 打横一扫 披向骷髅头大张的嘴巴 这种从寻长老手上得来的法术 果然了得 石阳绿以助击初期的修为施展 威力自然无法与寻长老当日可比 但也堪堪挡住那骷髅头恐怖的饰样 金刀与骷髅头正面撞击 发出十分逼真的歌的一声 就如真正的刀 砍在骨头上的声音一般 金刀矩阵倒飞树齿 而那骷髅头也晃动了几下 飞回囚然大汉的头上 果然有几分门倒 可惜 你的实力跟我差太多了 求然大汉凝笑着将招魂帆往地上一插 双手结印 一道红光自他手上冲天而起 正正的照射在翻面绘画的鬼头上 半空中惨白的骷髅头 蹊跷中涌出浓稠的血浆 将整个骷髅头染成了血红色 然后猛然张大嘴巴 发出一声大叫 叫声中似夹带着万鬼嘶吼 闻者只觉得神魂飘荡 体内撕心裂肺般的痛楚难受 躲在师父身后的小姑娘受不住 两眼一翻昏了过去 老者急忙以法力护住他的元神 大声提醒石英绿 小心 这招魂帆以无数冤魂厉鬼为使 笑声会伤及冤魂 石英绿神魂虽然比一般修饰强大 可也觉得一阵难受 正在施法反击 忽然听见底蝉上熟悉的声音大叫道 太奶奶的 这鬼喉鬼叫 敢来欺负老子的师妹 老子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算真正的音波攻击 囚然大汉抬头一看 见一个十岁不到 长得十分漂亮的孩童 神奇活现插腰站在其中一个大石缸上 那修为 助击中且 更可怕的是 他完全不知 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过他转念一想 马上就明白了 这个孩童模样的助击修士 刚才定是躲在他脚下的石缸之中 不知这石缸有什么鬼门道 他之前以神识探究 竟然什么都没发现 想到这个 他心里一松 继而又是一紧 另外两个石缸 不会也藏了人吧 如果再出来两个助击中期 甚至后期修士 自己剩下这三个人 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囚然大汉虽然心疼 两个兄弟惨死 但是对于他而言 自己的性命 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的身份 本来就见不得光 今日莫名其妙招惹上 这些不知路数的修士 时间拖得越久 对他们越不利 他心中萌生退意 上方血红骷髅头的声波攻势 顿时一缓 而底缠上却已经准备好了 嘴巴一张 呸 这呸的一声 仿若有形 直接轰向了血骷髅 场中弥漫的鬼哭狼嚎 被他一冲 变成了颤音 杀伤力大减 血骷髅被这么一呸 也受了震荡 摇摇晃晃 血色淡去许多 甚至也不再像开始时 那么凝实 如实体 部分变得有些虚幻 透明起来 囚然大汉 被他致一声大喝 震得心神不宁 自己借助法宝之力 收了这么多冤魂厉鬼 合力发出的音波攻势 被人随口一呸 就瓦解大半 天知道这小子 还有什么其他古怪的本事 底缠上本人 对这一呸的效果 却很不满意 他的一手音波攻击法 也是得自寻长老的牺牲术 不过他修炼时间太短 又新得了冰鬼灵石 更多时候都在打坐练功 不像实用率那样 专注于法术研究 物性再高 也不可能运用纯熟 他体验过寻长老 展示的牺牲术 人家真正做到牺牲 除了他 其他人都没听见 寻长老的发音 而他这一配 声音洪亮 人人都听见了 这就是功利不到家的表现 底缠上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面上却不肯露出 半分懊恼的神情 有道是输人不输阵 何况他根本没输 球人大汉根本无心观察他什么表情 他已经决定先退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一言不发 拔起招魂帆 对另外两个兄弟道 阿二阿五撤 阿二阿五 眼见老大两下绝招使出 都没能奈何对方 对方还忽然冒出个帮手 心里也怯了 虽然满肚子怨恨不愤 却也毫不迟疑夹起兄弟的尸首 转身就跑 既然来了 就都留下吧 温和待笑的男中音 自他们背后传来 两人理都不理 继续往前冲 开玩笑 这分明是对方又多了一个帮手 再不走 小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明明迈步向前冲 但一步落下 方向却成了打横走 他们憋足了劲 凝神静气举步再走 结果仍是一样 试了几次 他们就知道 这是被人以阵法困住了 他们不擅长此道 又没有强大到可以以力破阵 只能回身站到殿后的老大身旁 面对又一个突然出现的神秘敌人 机幽谷施施然站在第二只石缸上方 夜风吹拂着他的绣袍发柄 整个人的仪容风度姿态气质 仿佛都在论试着 何谓玉树临风 何谓飘逸出尘 求然大汉没有分毫欣赏赞美的心情 他现在只想到一样东西 铁板 很大很厚的一块铁板 怎么偏偏就让他踢到了呢 如果他刚才抓了那对该死的师徒 马上转身离开 如果他没有贪图美色 头脑发昏 想对美人下手 如果他没有自以为是 闯进敌方营地 他何至于现在这么狼狈 灭口报仇之类的事 他已经不去多想了 他现在只想拼尽全力 击败面前的对手 然后迅速离开 眼前的虽然都不过是 实力不如他的 助击初期中期修士 但他有强烈的危险预感 这几个人 绝对不像其他普通助击期修士那样 好对付 阿二 阿五 证我一臂之力 求然大汉沉声道 他要动用血迹 召唤出招魂翻上的万鬼之魂 将面前这些人彻底杀灭 动用这一招 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极大 他轻则大病一场 修为倒退百年 重则自身神魂 也被万鬼之魂所伤 甚至彻底是吞噬 无论轻重 都是他难以承受的 所以如非必要 他也不愿如此 眼前是真的没办法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